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召集親朋好友加入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不會被消失 現在美國跟中國總是想打 科技戰嘛 在各個領域都要 把中國壓到頭都抬不起來嘛 但有這麼簡單嗎 來 我們來看 這是拜登總統現在下令 進拿國家的錢幫中國設廠 什麼意思呢 這9月6號 這個白宮的政策說呢 對不起 接受資金補貼的美國科技公司 會被禁止在中國建設先進的工廠 而且這個禁令長達十年之久 英國廣播公司就提到了 說美國計畫投入超過500億美元的補貼 來對本土的半導體產業呢 因為不能進中國嘛 那我補貼你 那美國本土生產的半導體佔全國的供應總量 從1990年的40% 現在已經掉到10%了 所以你說他緊不緊張 當然緊張嘛 你們別再去中國啦 整碗都被拿走啦 所以我給你錢 你留下來 但不准到中國繼續投資設廠 顯然是希望把半導體供應鏈 從中國拉回美國本土 否則只剩下10%以後 怎麼打科技戰 不過我們來看看 當拜登總統努力的在高科技產業 想對中國施壓 包含晶片法案 包含晶片聯盟等等 卻被發現 怎麼中國難道又悄悄的入侵了五角大廈了嗎 來抓到了 F-35居然Made in China 不是整架啦 是有部分零件Made in China 我們來看這是什麼呢 這是美國國防部披露的消息 他說呢 洛克希德馬丁生產的F-35戰鬥機 它的渦輪發動機上的磁鐵 是中國製造 這下可不得了啦 我們最先進的戰機 怎麼可以有中國製造的東西呢 這可是違反 與特種金屬有關的國防採購法規 所以決定暫停接收新的F-35 除非把中國磁鐵全部換掉 好 那美國國防部的發言人就提到了說 以交付的戰機不會更換磁鐵啦 因為這些磁鐵不存在風險 但後續必須使用替代來源 很妙啦 那既然沒有風險 你又何必如此堅持呢 那洛克希德馬丁的部分呢 則是告訴美國國防部 我也不想啊 但我得要用啊 為什麼 洛克希德馬丁說 製造磁鐵的這個合金 是中國製造的 我們美國只能負責磁化 我們又做不出來 我不跟中國買 我跟誰買 但是它並不影響安全 拜託一下美國 不要事事反中 這樣我連飛機都做不出來 連F-35都飛不上天 可不可以把這個部分給豁免掉 拜託好不好 我們回頭看 美國的採購法規 軍共安全項目呢 就禁用某些國家的特種金屬 包含合金 哪些國家呢 中國大陸俄羅斯伊朗朝鮮 這些美國眼中的敵人 這些核武國家 通通他們的核金特種金屬 都不准用 可是各位 你也聽到了洛克希德馬丁的無奈了 我也不想用啊 就只有他有他多 那我要跟誰拿呢 我不用 那我要找什麼替代呢 這對軍火上來說 也是個頭痛的這個問題 而之所以這樣就要說到 美國對中國稀土的依賴 想要取代想超越 恐怕還有很長一段路 我們來看 今年二月 拜登總統就發笑好語了 說他要把稀土啊 梨拉菇啊等等的關鍵礦戶 進行重大投資 要打破對中國的依賴 打破對中國的依賴 說要投資相關的產業 三千五百萬美元 來打造完整的泳池供應鏈 不過這個野心 卻被媒體給打臉了 彭博社就說 美國有野心是可以啦 是對啦 但對不起 你想在這個稀土事業上面 這個超越中國 恐怕要花十年 你才有可能實現 稀土供應鏈的自給自足啊 我們來看 誰要等你十年 來英國金融時報就說 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呢 一月就提出了草案 要控制17種稀土的製造跟出口 搞不好以後不是你美國要不要 是我根本不賣你啊 中國講話有沒有底氣 有啊 我們來看 世界稀土產量 中國大陸16.8萬噸 世界第一啊 美國4.3萬噸 世界第二 對第一跟第二 你看看這個產量差多少 所以請問一下 產量差那麼多 在製成品上面 在分離產品上面 在複雜製成上面 拍謝啊 通通都是中國佔了 80%90%的這個數字跟佔比 請問你要怎麼在稀土上 脫離中國 所以才會導致現在 那我們先請張軍好了 那一顆磁鐵就讓F35飛不起來了 因為一個高級戰機裡面需要東西很多 材料也很多 你很難避免說就是我自己一加油 因為全世界已經搞了很久的這個 這個世界自由貿易的這個協定 你現在打開一部 現在進口的車子 裡面起碼是好幾個國家的產品 不會是一個國家 沒錯 這才能達到最大的經濟效益 你這個磁鐵只是中間的一項 你想為什麼這個時候談到F35 現在全世界賣訂單有多少 波音公司去年產了160多架 現在訂單都做不完 做不完跟這個有沒有關係 當年有一點 我們現在只看到11個磁鐵 別的東西有沒有 還沒公佈 不知道 還沒被爆出來而已 所以為什麼都延遲交貨 第二個稀土 稀土雖然美國有4.3萬噸 但是提煉的技術 提煉的專業還在中國 所以從前面你講的那個半導體 很多專家都講過 你要移一個生產鏈 你不是只移一個納米廠 極納米廠 它要封裝 還有什麼東西 第一個生產鏈 沒有10年看不到效果的 對不對 汽車工業也是一樣 那你這個稀土也是一樣 稀土從提煉技術到生產到開發 而且不符合經濟效益 所以這個東西會拖它的 武器現代化的一個量產的一個量 而且我覺得第一個它不會成功 因為半導體你封中國大陸你封不了幾年 它這個彎道超車回來的時候 那路死誰手還不知道 所以你只能擋它一下 那中國大陸同樣可以用稀土 用磁鐵也可以擋你個幾年 所以這就是 大家互卡 大家互卡 所以全世界像你們這兩個大國在那裡 卡來卡去 經濟怎麼會好 對不對 那去看誰撐得久 這個我們是跟著倒霉 全世界你像歐洲現在第一個就要垮了 對不對 那韓國日本狀況會好嗎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不是件好事 我們現在看得很熱鬧 將來都會 它的擴散效應 複貼效應都會到我們頭上 當然 對不對 我們笑人家有通膨 我們現在不通膨嗎 對不對 我們油 電是政府補貼的 你能補貼多久 如果沒補貼我們也不曉得 搞不好我們也不知道漲到哪去了 你也不曉得漲到哪去了 對 這樣講得沒錯 你不要覺得 台灣油價有便宜 電價有便宜 對 都是政府拿你的錢去補貼的 別傻了好不好 還在那邊覺得好像 我們好像這個 惡物戰爭跟台灣都沒關係 油價也沒漲 電價也沒漲 你別傻了 都是用你的錢先去補貼起來的 來 我們另外來看 其實F35各位 我們之前都說過它的問題很多 而且它使用中國貨 要 還不是第一次 原來之前就有啦 來 2014年 就有媒體爆出F35使用中國製的 這個 這個 真難念啦 簡單說就是稀土磁鐵啦 謝謝 後面幫我誇號 那這都不要放出來了 就算稀土磁鐵就好 然後這個磁鐵呢 廣泛的運用在飛機雷達啦 艙門啦 起落架等等 當時就被抓到了 現在又來 所以將軍講的沒錯啊 你根本不曉得 美國的其他的軍工設備上面 還有沒有用到 Made in China的零件 或是相關的貴金屬 或是特種金屬 那那個時候美國國防部 也跑出來講說 這個磁鐵不會構成安全威脅 而且已經得到豁免 當時得到豁免 所以現在的洛克希德馬丁 也想要得到豁免 好 各位 這就非常可笑了 韓國需要中國 你就逼著韓國去死 你自己需要中國的時候 通通都可以豁免 通通都沒關係 奇怪 這不就是兩套標準嗎 這標標準準的 兩套標準不是嗎 別人要靠中國 我管你的 你去死 死都不准靠他 但你要靠他的時候 就這個也豁免 那個也豁免 對不對 然後我就想到什麼 我就想到 當時美國說要制裁俄羅斯 好 我們講過嘛 好 制裁能源 天然氣 石油 雞瓜 制裁一堆 當時肥料不要制裁 什麼什麼不要制裁 為什麼 因為俄羅斯的這些東西 美國要 美國買很多 所以美國買很多的 不能制裁 美國不太買 歐洲需要的 通通都制裁 一樣 你們需要中國 我不管 但我需要中國 我通通豁免 所以現在 這個 渦輪發動機上面的 這個貴金磁鐵 恐怕也馬上要獲得 獲得豁免了 來 這個還有 2019年 你看有多少東西 英國的媒體也爆料說 F-35的戰鬥機電路板 是這個 英格蘭的一個公司 這個Exception PCB公司製造的 這個公司其實早在2013年 就被中國給收購了 所以電路板也是中國製 那可能現在也豁免了 所以真的很難啦 中國世界工廠 你要避開它 從你的衣服鞋子 Made in China的 甚至到F-35的 渦輪發動機 F-35的戰鬥機電路板 還有雷達艙門起落架 都有Made in China的東西 你要怎麼閃 你要怎麼躲呢 而其實啊 不只是用零部件 美國你早就是中國最大的粉絲 不是了嗎 之前我們講 無人機的時候就提過 2017年美國就宣布了 我們要獨立自主 不可以用中國大陸的無人機 否則會被竊取軍事機密 是不是 所以退回大江無人機 同時增加備案 如果滿足某些條件 就允許無人機 大江無人機 可以在美軍使用 一直到2018年 國防部還下達禁令說 不行太危險 所以不准用 結果不准用 馬上被發現 美國海軍還編科目 花19萬美元 去買了大江無人機 不是不能用 怎麼還買 甚至空軍也編了5萬元 去買了大江的另外一個型號 還是白金白的無人機 限定版的無人機 你說幽默幽默 結果最後 來 又來了 美國官方部說 這批採購獲得特別豁免 因為是個案處理 我們要應急 又來了 就是這個美國要用的時候 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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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人要用的時候 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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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美國不用的俄羅斯東西 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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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要買的俄羅斯東西 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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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美國啊 大師 美國這個國家 事實上它認為 它這是標準的設定國 就是說所有的標準是我設的 規矩都我定 這個標準都我設 而事實上 二次大戰以後 國際秩序確實是美國主導 這個不列電森林 這個Britainwood這個System 把國際經濟跟貿易 還有金融 它這個遊戲規則 都已經訂好了 那另外一方面 在這個整體的秩序上面的話 今天聯合國這個機構 當時也是美國主導的 整個是美國主導 那個整個的價值體系 是美國的價值體系 那所以美國這個國家 事實上它是 有它的那個自傲的地方 可是問題就變成 它這種自傲 是出於它的強大的實力 當時主導的國際秩序 那它習以為常 可是你養成的這種習性 什麼都是我說了算 我說了就是對的 對不對 你說的就是不對 這事情我做可以 你做不行 養成的那個習性 是可以 可是你要有你的物質力量 在後面做基礎 人家要不然敢怒不敢言 要不然就說得到你的好處 大於我去跟你唱反調的好處 所以就人家看到也不說 可是現在美國的問題是什麼呢 美國的問題就變成說 你這一套就是說我放諸四海 只要我美國人做的 放諸四海接準的這種習慣 跟這種態度 現在它沒有足夠的物質力量 做基礎 而且這樣人家就不服了 而且它這種 過去美國人還沒有這樣的 明目張膽的這樣子的 台語叫阿靶 就是很壓霸的這種方式 現在我覺得美國的做法 越來越明目張膽的阿靶 也就是說你今天看到美國 他用單邊制裁的 這樣的一個做法 在過去的五年 絕對遠過於他過去 很長一段時間的做法 你光就對中國大陸 這個整個的經貿的制裁 貿易的制裁來講的話 那個是完全違反 國際貿易法的基本原則 國際貿易法有一個 有一條準則 大家可能不熟 就是說你不能拒絕貿易 你的東西本來在提供給 這個國際市場的東西 你沒有任何理由 是比如說你自己不夠了 你不能夠以其他任何理由 不成理由的理由 說我就不賣了 這拒絕貿易也是 也是違反WTO的原則 對 那你就說 所以這個美國現在就是 基本上 這些規則都是誰訂的 都是美國人訂的 美國人訂的WTO 我光講WTO規則有多荒謬 工業產品 每年要給你調降稅率 然後你訂高了我就一天要調降 兩樣幾樣東西例外 第一個 成衣例外 成衣要怎麼樣 棉花 這些都要什麼都要實施什麼 配額制度 你美國還有一點競爭力的東西 他就不給你開放 對 然後呢 對沒錯 全世界很奇怪 工業產品都要給你怎麼樣 都要給你照什麼 照公平貿易原則 都要給你壓到最後壓到零 對不對工業產品 農業高度保護 農業保護的程度 歐洲保護非常高 美國保護非常高 為什麼 保護他們自己的農業 所以你為了保護你自己的農業 你就把國際規則搞得 大家都要保護農業 是合理的 那為什麼工業產品 你強的 你不需要保護 因為別人不是你的對手的時候 你說工業產品一定要開放 保護就是錯的 對 對 因為別人你自己不需要保護 美國那些產業都不需要保護 對不對 所以他就說 這都不需要保護 所以老早就是這樣 可是他還有一個規則 美國現在規則定的 都是對他有利之外 他還要怎麼樣 他還要單邊制裁 現在美國走單邊主義 他們過去在美國人也就講 這個不好 這個叫Unilateralism 他們這個都是 還是一個很負面的名字 現在我問你拜登 做了所有對中國大陸 對俄羅斯是不是都是單邊制裁 還有沒有國際規則 沒有 沒有 另外一個 你現在chip port是不是單邊的 你是搞小圈圈嘛 國際主義基本上 是一種普遍性原則 你就是不要搞例外嘛 你美國這個供應鏈 你供應鏈本來是照WTO的規則 在形成的一個全球自然供應鏈 你現在就要把它打破 你要成立一個小圈圈 這是不是違反國際貿易基本原則 通通違反 所以我是覺得 今天看到美國做的這些 這些什麼戰鬥機什麼 他們已經到了卑躬蛇影了 我問你 今天你在F-35中間看到一個 一個電池你都要大驚小怪 你再好好檢查一下 可能覺得裡面藏著中國的 這個竊聽系統吧 對啊 電池你再好好檢查一下 你F-35裡面還有多少中國元素 很多 多得很 你看我們在這裡抓到了多少 電路板 雷達 艙門 起落架 發動機 請問一下還剩什麼 沒有啦 還剩什麼 那我問你 大疆世界75%的市場是大疆的 技術領先 市場領先 什麼都領先 你美國去禁嗎 你以為禁得了嗎 而且還便宜 你去禁禁看嗎 你禁得了 他們現在又要搞TikTok TikTok 沒有問題啊 你禁啊 你會把TikTok打倒嗎 TikTok是全世界都在玩 美國多少人在玩 比你拜登總統都才剛開帳號 現在跟我說你又要禁 所以我是覺得一個國家 它很多習慣性的作為 當它失去它最後的物質基礎以後 最後會變成笑話一個 大家就看說 你是不是有神經幣啊 過去一個富豪對不對 他今天走到街上去說 你這個店怎麼樣 我不買你的了 那個店搞不好會嚇到 那個店說這個過去 我是三分之二的貨 都是給他一家買的 就富豪垮了 沒錢了 跑到那個店裡面 覺得店員富豪 說我不買你了 你不要買 人家就說你不買就不買 有別人要跟我買 美國現在就是那個破產的富豪 跑到店裡面說我不買你的了 好 你看看美國下場什麼樣 就像剛剛亮哥提到的 還在活在過去的驕傲當中 還在活在過去的驕傲當中 所以為什麼成功是失敗之母 失敗也是成功之母 幸好我一直在失敗 沒有什麼成功的機會 失敗也是成功之母 都沒有活在過去的這個幻想裡面 不會啦 你是那個中天的流量王 沒有 千萬不要這樣說 被搞到我都抬不起頭來了 打到趴在地上 你還不夠老 你看很多老人家 跟人家講話 一講講兩三個鐘頭 都在講他過去光輝的歷史 那這不就跟我們同學會 都在講當兵的事情一樣嗎 美國二戰剛結束 占全世界GDP54% 對 不得了 一半都是他的 我跟你講他去解放歐洲的時候 歐洲女的都主動要嫁給美國人 真的是這樣 大兵 美國大兵 日本也是一樣 Sayonara 你看 我要請問 我要請教亮哥 我們可以繼續 待會兒 先請亮哥繼續講美國大兵 到處取歐洲女人的事 然後再來講這個部分 來 當然被美國打壓 中國也不會坐以待斃 所以習近平現在說 我們要來集中力量辦大事 什麼大事呢 要親全國之力來研發晶片 在重要的領域 說要贏得戰略主動 最主要 現在要赤資75億美元 在天津新建中國的第四座 十二寸晶圓廠 你們就解讀了 這是回經美國的晶片法案 確實美國不斷地打壓 在八月三十一號 又限制晶片設計公司 回答向中俄出口兩種用於AI的 頂級運算晶片 好 那中國現在打算要來反擊 要來幹大事 除了回經晶片法案 當然也要抗衡所謂的晶片聯盟 也就是CHIP FORD 而現在CHIP FORD裡頭 美國韓國之間的矛盾 我想不用多說了 最近又有新聞 講說本來台灣有上市公司 要到韓國去設廠 結果被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 中間給他攔壺 一通電話韓國說 好啦好啦 那我還是去美國好了 那現在新聞爆出來了 韓國還要出來幫美國擦屁股 幫美國洗滴說 沒有啦 我們在台灣也有投資啦 台灣這個廠還要出來 幫美國擦屁股說 我們在韓國有啦 有投資啦 那美國這個事情 是我們評估過後 覺得美國比較好啦 就跑到美國去了 各位你要知道 在美國設廠的成本 是在韓國設廠成本的三倍 我不曉得美國是用什麼東西 說服了台灣的廠商啦 我不知道 反正看起來韓國又被捅了一刀 所以現在韓國看得很清楚 他就來警告台灣啦 警告什麼 說組成這個chip 4 表面是要對抗中國 但背地裡是要防止台積電跟三星 你們太厲害啦 防止你們過度競爭啦 然後趕快爭取時間 壓你們一下 來壯大我們自己美國的英特爾 那這個晶片法案呢 就是幫助美國增加 半導體的市占綠碼 用聯邦補助讓英特爾 來提升先進的晶片製程 美國希望英特爾有台積電 和三星跟他們一較高下的 代工競爭力 那當然在英特爾長大之前 你台積電跟三星 怎麼可以破壞我們的晶片銷售呢 所以都不要去中國 通通被我綁起來 你們就乖乖在那邊不要發展 等我的英特爾追上來 這不意外啊 大家已經看到了 美國從裴洛西到什麼印第安拉州長 跑到台灣來 瘋狂的都是針對晶片 針對高科技 針對台積電 針對聯發科 我希望把技術從台灣搬到美國 一方面 我覺得你台灣這個 太危險了嘛 我趕快搬走 那這樣 對我來說 這個台積電沒有風險 晶圓沒有風險 台灣擊倒我就不管了 第二 把廠子搬到我美國來 我才能夠學你的技術 就像英特爾趕快長大嘛 所以原來都有陰謀啦 是不是亮哥 他事實上 拜登不是去幫 那個英特爾 還有去幫美光站台嗎 他終極目的 當然是為了美國企業嘛 你看那個520億美元 英特爾一家就獨得130億 一半 那台積電 四分之一 台積電到目前聽到的 只有分到39.4億 呵呵 那三星才52億 那三星還比台積電多啊 不就是這樣啊 然後他開始轉單啊 對 你可以看到 聯發科也要向美國示好啊 把他的單交給英特爾 對不對 不這個很現實啦 就是 我坦白講啊 他叫韓國跟 台灣都要去美國投資對不對 那美國效率又差 成本又貴 又高 對不對 那目的很清楚嘛 就是拉下你們的競爭力嘛 對 因為你們如果留在台灣跟韓國 我搞不過你 你們如果去中國發展 我也搞不過你 是啊 他不指望他在美國賺錢 當然不是啊 他指望你來美國 然後跟我們一樣差啦 對 那我就不會被你打倒嘛 對 真的是這樣啊 然後我再把資源都灌到英特爾身上 讓他長大 對 這太邪惡了吧 邏輯真的就是這樣 當然他對台灣有另外一套說詞啦 說有地緣政治風險 對對對 可是韓國沒有啊 對啊 那為什麼韓國要去美國投資 這個好像那個異形電影 把你弄到那個袋子裡面 把血湊乾 好慘喔 沒有啦 因為簡單講就是 他搞不夠東亞的競爭力 對 因為他沒有你這種紀律嘛 對 你這種加班文化 對不對 那大家苦幹實幹 那卡有成本 台積電到亞利桑 他公開講 說他的建造成本是六倍 所以當時跟裴洛西參序的時候 就是總統請的這一次 那個張忠摩就有講嗎 說賺不了錢嘛 我們絕對是賺不了錢的啊 一定要賠錢啊 賺不了錢是你家的事啊 我就是要你 不 亮跟你講錯了 我就是要你賺不了錢 你傻傻的啊 我給你補貼啊 然後你拿好我的錢 就不能去中國大陸發展 那個先進製程 那就是被美國綁死死的嘛 對 然後那個錢又不能不拿 而且你到了美國去 你就把技術全部都帶過去了嘛 我那個技術到 對啦 對啦 技術啦 對啊 就全部帶過去了 無賴你就是他們現在不會做的 就全部都讓Intel拿走啦 拿光光啦 也沒有說一下被偷啦 可是他一定會挖你的腳 對啊 怎麼辦 沒關係 三星會出賣朋友 我們台灣就被他賣過來 你忘記了 所以他會出賣美國是吧 他也會啊 這種賊到哪裡都會偷 我們對三星的亂搞有信心 有信心 你要看清楚 到哪裡都是做賊 不要這樣 我們對韓國有信心 當然我個人是很欣賞韓國人這種 敢衝的特質 但是你看他國際賽場上 他也很感動 我從當天看籃球 就看得受不了 看籃球小動作架擺 四國五強的時候 他的動作最多 還有一個就菲律賓 對 然後還有這個射箭的時候 說拿那個 坐在觀眾型上 拿進去抽其他國家的 那個選手的眼睛 還有跆拳道的裁判 足球裁判夠了 在國際賽場上 這個體育賽事上面碰到韓國 我們這個中華隊 還有像中國大陸的朋友 都會覺得哼得牙癢癢的 小動作真多 但現在在這個晶片戰場上 拜託韓國 有所表現 但是不要搞台灣 也應該不會搞中國大陸 麻煩你去搞這個 去搞美國 去搞英特爾 好不好 三星的好朋友 拿出你們在這個 體育賽場上的精神 打不死的這個不死鳥 弄到美國 弄到英特爾 小美 我跟你講有一個現成的遊戲 我認為韓國一定會玩 他可能就拜託中國 去WTO提告 說你這樣違反WTO 你說韓國拜託中國去提告 是啊 然後韓國就說 說我必須要遵守合約 這有可能 可是 他對美國講說 我要遵守跟中國的簽約 不然我違反WTO 你不能叫我違反WTO 美國說WTO是我開的 問題是人家提告啊 你有什麼辦法 不然官司你幫我解 然後他就 美國拜登就跟影訊員說 你去看一下台灣 那個叫神擊中的 他有告成嗎 你告什麼告 韓國自己都要去提告 不是當時有講 韓國自己都要去提告 說我不能完全配合美國 他就可以去跟美國 就有些籌碼可以跟美國談了啦 應該這樣說啦 這個用台語講比較準 歐龍誰得 對啦 胡說八道瞎扯一通啦 來小白 其實這晶片法案打亂的 是全世界的一個半導體供應鏈 不是只有中國 是大家都一起倒楣 你剛剛提到那個上市公司 接到美國商務部長 然後雷蒙多一個電話 然後結果他也在這方面 那個什麼環 環球經驗 對 他在電話直接講說 很明白講 我到韓國設廠 比到美國 只要三分之一價格 雷蒙多直接回他 我們可以計算看看 Make a map work 然後結果 好像一個禮拜以後 他就公佈說 他要去美國設廠了 所以這中間 就是他肯定用政策 把你綁過去 然後拿到他的技術以後 就跟你剛剛講F35一樣 其他人要用 我們制裁你 我要用的時候 我放寬 我豁免 所以當我們都有 這一些技術的時候 我到中國我豁免 但是現在我沒有的時候 我就制裁 對 所以他現在就是用這種方式 對 所以就像剛剛那韓國講的 其實美國就是 就是一直幫他自己而已 其實他也不希望跟我們台灣講 我們台灣誰不知道 美國從來都是幫他自己 然後我們讓我們台灣當馬前卒 對 所以我認為 這個東西大家都看得出來 那可是為什麼要去呢 把我們大家都說 台積電是護國神山 你護國神山不是擺在台灣 是最好的嗎 當台灣沒有這些半導體的時候 台灣還剩下什麼可以保護自己 對啊 所以這個我覺得大家想清楚 我覺得也不是保護自己 我覺得台積電其實講得很明白了 他們自己也很清楚說 我們根本就不是一個 就是說對中國大陸來說 今天我要打台灣 我不需要先打台積電 今天我要打台灣 我也不會因為有台積電而不打台灣 這其實是劉德英董事長 他在裴洛西來之前 8月2號來嘛 他7月31號不是接受CNN的採訪 然後8月1號就建築媒體嘛 其實他講得很清楚 他就是一直在提醒美國 不要借著這一種地緣政治風險 去做文章 或說借題發揮 把台積電搞成一個 一旦發生台海戰爭 就會極端危險 被中國大陸要嘛先收服 要嘛先攻擊的護國神山 然後形成這個氛圍 逼著台積電要到美國來 好像你到美國來 我來保護你 就是亮哥一直提到的 就美國一直行述一個 這個台灣地緣政治風險高漲 然後藉此去推動 或說合理化 他想把台積電從台灣搬到美國的 正當性 對 我覺得真的就是這樣 這個還不夠卑鄙 還不夠卑鄙 還有跟卑鄙的 還有說你搬不來的話 你要做好自毀的準備 這個是軍方 你還真卑鄙 不是 你就放過這個消息了 自毀什麼意思 有軍方直接寫paper這樣 對 好啦 最後了 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也祝我來賓中秋節快樂 越遠的團員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何佳平安 晚安 拜拜 他是澎湖浮澎 喜來跟酒店推出的 海皇鮑魚干貝XO醬 小小一瓢可是有大大的學問 裡頭有很多像是 這大干貝就有很多像是 這20多種的胺基酸 其實對於你人體之間是非常有效的 因為它裡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在加分